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中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乌克兰 俄罗斯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炮火袭击 德语媒体 中国车企面临残酷的淘汰 台湾总统大选民调座谈会 专家指选情诡谨难测蓝绿都可能险胜 有台海与南海背景的前海军司令成为中国新防长 联合国已军向救援车队开火 请大家收看 乌克兰 俄罗斯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炮火袭击 德国之声 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俄罗斯的炮火袭击 造成16人死亡 近100人受伤 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汀表示 已启动对这些战争罪行的刑事诉讼 乌克兰外交部谴责俄军的空袭行动 并指出西方媒体有关和谈的报道与现实脱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的残暴行进 并表示俄罗斯动用了几乎所有武器种类 英国首相苏纳克呼吁继续支持乌克兰 欧盟安全与外交最高官员伯雷利也表示 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并向其提供军需物资 德语媒体 中国车企面临残酷的淘汰 德国之声 中国汽车工业在技术创新和出口方面超过了德国和日本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然而 中国汽车市场正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价格战 预计只有少数制造商能够在这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中国车企需要依靠高额盈利来扩张新市场 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购车需求下降 许多企业不得不减少开工甚至裁员 文章指出 只有大约10家中国车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而要成为全球玩家 中国车企需要在中国以外市场获得近一半的销售量 同时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 外交上也面临挑战 特别是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 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 台湾总统大选民调座谈会 专家指选情诡谎难测 蓝绿都可能险胜 联合早报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选前民调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与副手萧美琴的支持度领先 但整体选情仍难以预测 民调显示 近六成选民期待政党轮替 国民党微弱领先于民进党和民众党 专家表示 选民可能会采取弃保策略投票 最后蓝绿两方都有可能胜出 游英龙教授预测了候选人的得票率 但强调这只是一个预测 并欢迎选后验证 同时 他指出本届选情相对较冷 投票率可能在68%左右 不太可能超过70% 根据民调结果 48.5%的选民看好赖肖配胜出 但如果赖清德当选 北京方面可能会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 林卓水则认为 年轻人对第三势力的支持可能会导致蓝绿两方都有机会胜出 总体来说 这次选举被评为历史上最难捉摸和扑朔迷离的选举之一 有台海与南海背景的前海军司令成为中国新防长 德国之声 中国官媒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任命董军为中国新一任国防部部长 这一任命表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要提升中国军力 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大国之计 董军曾担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 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等职务 对台海冲突和南海冲突的问题并不陌生 这一任命可能意味着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正在进行清洗 此外 董军的任命有利于中美防长接触 为中美恢复高级别军事会谈创造了条件 联合国以军向救援车队开火 德国之声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安罗尔周五表示 一支返回北加沙地区的援助车队遭到以色列军队枪击 这支车队沿着以色列军队批准的安全路线行驶 但还是遭到了攻击 安罗尔负责人怀特表示 车队的国际车队队长及成员未受伤 但一辆车受损 以色列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此外 给加沙地带急需援助的巴勒斯坦民众提供帮助也遇到困难 包括卡车需要经过三层检查 被拒绝物品清单不断增加 以及车队遭到枪击等 同时 埃及提出的以哈停战计划正在讨论中 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包括释放人质 举行会谈以及组建临时政府 并规定以色列军队从该地区全面撤离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以色列是否会同意这些条款 分析 反贪会查前财长达因 更大目标是马哈迪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最近查封了前财政部长达因的资产 这引发了对更多前政要受到调查的猜测 有观察家认为 首相安华是通过打贪污的名义向宿敌马哈迪发出警告 要他停止与政府作对 安华与达因和马哈迪之间有多年的恩怨 而马哈迪也被执以权谋私 安华此举的目的是牵制马哈迪 但可能不会采取对付他的后续行动 然而 这一行动也可能让政府背负进行政治迫害及选择性提供的恶名 调查达因并不会为安华的打贪形象加分 但有助于加强他对政敌的威慑力 进而扩大他在政治上的收编能力 然而 调查涉及的案件年代久远 马哈迪有经验和手腕 安华要翻查两人的旧案可能不容易 因此 安华在处理此事时需要小心拿捏 以免成为在野党的政治筹码 军队反腐九高级将领被罢全国人代 包括空军司令丁来行加两任火箭军司令 星岛日报 最近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宣布 罢免了九名高级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这些将领涉嫌卷入火箭军腐败案丑闻 涉及购买军事设备 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员丁来行上将 两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 周亚宁上将等 根据有关规定 这些将领的代表资格也同时终止 这一决定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腐败问题的严肃态度 香港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 抵应寻政治庇护 联合早报 香港独派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 已抵达英国寻求政治庇护 钟汉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不再能忍受在恐惧中生活 指控香港国安警察逼迫他成为有偿线人 并禁止他工作 钟汉林称自己被国安人员严密监控 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还表示 警方禁止他打一份暑期工 并要求他提供其他活动人士的信息 香港成教署已发出召回令通缉钟汉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邪阳自重 逃避法律责任是徒劳的 必将被依法追究 香港针对违反国安法罪行的法律惩处还在继续 三民前 光诚者成员被判处两年半至六年不等的刑期 法官形容被告的行为 近乎对社会宣战 五月天传遭北京施压 在先台湾借选论战 联合早报 台湾总统选举进入最后两星期 传出五月天遭中国大陆施压 发表一中言论的传言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批评民进党操控选举 青鹿营智库发布民调显示 43.6%民众认为 大陆对台借选严重 侯友宜要民进党拿出证据 否则是操控选举 智库分析 大陆最近的行动可能导致民众认为 大陆借选比美国更严重 另外 国民党应该要在选战最后有限时间内 清楚说明对美 对陆立场 避免犹豫不定 美国发起鸿海护航为何多位盟友没有加入 德国之声 近期 美国一直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海上联盟 以应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也门海域的袭击 然而 一些美国的盟友不愿意与美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 这反映了加沙冲突所带来的分裂 此外 一些国家担心与胡塞武装的袭击有关 而且公众舆论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有负面看法 据报道 美国 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已经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 美国认为 这些袭击需要国际社会在加沙冲突之外采取行动 然而 有近一半的国家没有公开承认参与 并且一些国家表示不会加入这个海上联盟 一些国家担心公众舆论的压力 以及可能面临的胡塞武装的报复 德国也试图加入这个海上联盟 但面临困难 德国政府无法主动派舰艇进入红海 必须通过联邦议院的授权 此外 西班牙政府也阻挠了欧盟的参与 德国政府已表示愿意建立一个新的欧盟军事特派团 来保护红海的航运 德国政府认为 德国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 总的来说 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海上联盟 来应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袭击 然而一些国家担心公众舆论和胡塞武装的报复 不愿意参与 德国也试图加入 但面临困难 这个问题将继续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俄美同意将交叉飞行赴国际空间站协议 延至2025年 德国之声 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就延长联合飞往国际空间站的协议达成一致 根据俄罗斯航天集团的表示 他们已经与NASA达成协议 将两国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计划延长至2025年 这一决定的目标是确保国际空间站的可靠运营 并且每次任务都至少有一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人参与 此外 俄罗斯仍在进行自己的空间站项目 计划在2027年发射第一个模块 原计划国际空间站的运营将于2024年结束 但NASA现计划将其使用寿命延长至2030年 武汉大学书画大赛被质疑自己讲自己44人得奖 全是前任现任干部 新岛日报 武汉大学书画协会举办的一场全校书画大赛引发了质疑 据报道 参赛者中有39人是该协会的干部 其5人是前干部 引发了自己讲自己的批评 武汉大学团委已表示已处理此事 协会回应称 获奖者多为普通社团成员 后来才被选为干部 予以职务评定奖项的指责不服 学校已要求协会整改 认为 普京曾告习近平乌克兰战争要打5年 德国之声 根据日经亚洲的独家分析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3月告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将至少持续5年 这一消息暗示普京在向习近平保证俄罗斯最终会取得胜利的同时 也在警告中国不要改变对俄罗斯的支持 然而习近平似乎对普京的话并不完全相信 因为在一年前 莫斯科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文章认为 习近平不会再次轻信普京 并且派遣特使李辉前往俄罗斯 乌克兰和欧洲 显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距离 文章还指出 尽管有报道称 普京已经通过中间人传递和谈的信号 但这可能只是为了在明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前 制造一种假象 并不一定意味着普京真正寻求和平 如果乌克兰战争持续五年 将对日本和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产生影响 因此 普京的有关说法 可能对日本的军事政策和台湾议题产生影响 缅因州宣布 特朗普不具备在该州参加总统初选资格 德国之声 缅因州州务卿宣布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不具备在该州参加2024年 美国总统选举预选的资格 这是特朗普面临的第二个不利决定 此前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也裁定 特朗普应参与1月6日国会袭击事件 而丧失担任总统职务的资格 这些裁决都是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款 禁止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 特朗普竞选团队已表示 将对缅因州州务卿的决定提出上诉 并希望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决定 以色列宣布新大使人选 意大利 我们不欢迎他 德国之声 意大利反对以色列驻罗马新大使的上任 因为他之前曾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 以色列定居点担任市长 意大利政府已多次向以色列表明拒绝这项任命 意大利将以色列定居点 视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前海军司令董军接替李尚福任国防部长 新岛日报 总结 中国国防部长职位悬空两个月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前海军司令员董军为新任国防部长 接替被免职的李尚福 董军在海军任职多年 晋升至上将军衔 据称李尚福被免涉及火箭军集体腐败案 此外 人大常委会还任命录制人为民政部部长 孙叶李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长评观察 让世界尝到腊肉的味道 德国之声 中国央视新闻30分 在12月26日播出了一则 关于制作腊肉的报道 但很快被央视官网删除 这是因为这一天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而腊肉一词被人们用来戏称毛泽东的遗体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中国的另一道美食蛋炒饭上 因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烹饪蛋炒饭时被炸死 这道菜也成为禁忌 这些禁忌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统治期间的暴政的不满和抵制情绪 然而 在中国 对于中共领导人的禁忌仍然超过了这些美食禁忌 无数民众在发表文章或发送短信时 经常会发现自己无法发出 这是因为中共官媒也会被揪出犯了这些禁忌 虽然从一般伦理的角度来说 这些戏孽称谓不尊重死者 但是在毛泽东统治期间 中国社会政治险恶 人性荒芜 导致大量人非正常死亡 而这段历史至今没有得到清算 因此 人们的嘲笑和诅咒的对象并不是普通的死者 遗体 而是仍然活在世上的一种压迫权力 在中国 习近平的权力自在感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他被官方宣传为指明世界各方面的方向的人 无论是经济发展 政治门名 疫情防控 还是气候政策 都没有他指不出的方向 然而 随着习近平权力的增加 人们开始担心 他会将中共权力家族化 并朝鲜化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 人们是否只能寄希望于 喂似蛋炒饭的力量来抵制呢 总结 中国社会对于毛泽东统治期间的暴政 表达了不满和抵制情绪 这体现在 人们对毛泽东和他的家族的细虐称谓上 然而 中共领导人的禁忌 远远超过了这些美食禁忌 让很多人无法发表文章或发送短信 习近平的权力自在感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人们担心 他会将中共权力家族化并朝鲜化 受贿5.17亿 原银监会副主席蔡乐生被判死缓 新岛日报 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乐生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庭认定蔡乐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 共收受贿赂高达5.17亿人民币 蔡乐生的行为被认定为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难用职权罪 尽管蔡乐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退赃 但由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因此被判处死刑 蔡乐生已退休多年 今年被查 蔡乐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高层职务 在金融监管中满用职权 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还涉及奢靡腐化 全色交易等问题 澳智库 庞大网络利用AI广宣亲中反美论 德国之声 最近 澳大利亚智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 发布了一份报告 指出 在YouTube平台上存在一个网络 由至少30个频道组成 推广清华和反美的立场 虽然没有政治证明 这是由中国主导的 但这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广的内容 已经吸引了近1.2一次观看 对公众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这项宣传活动 被ASPI称为皮影系 这些频道宣传的重点包括 中国在中美科技战中的努力 以及对中国和美国公司的关注 报告还发现 这些频道利用人工智能 生成实体和配音 扩大了影响力和规模 ASPI发现了至少30个 由YouTube频道组成的皮影系网络 制作了超过4500个影片 吸引了近1.2一次观看 和73万的订阅者 ASPI已向YouTube和Google 报告了调查结果 并撤下了其中19个频道 ASPI认为 这项活动很可能是 由一位讲中文的人发起的 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 在商业行为者的指导 资助或鼓励下进行的 这可能表明 一些中国的爱国公司 更频繁地与政府一起从事 与中国相关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抖音频道中 经常引用台湾名嘴的言论 根据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的报告 这些引用有助于 中国创造偏托的台湾形象 建立符合中国利益的世界观 报告还指出 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抖音影片中 台湾名嘴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超过了台湾总统和总统候选人 总的来说 这些研究报告揭示了 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的宣传活动 这些活动可能会对公众产生潜在的影响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网络上的信息 不盲目相信并传播可能存在偏颇的观点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捐款50万 支援单速抗震救灾 新岛日报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向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捐款50万港元 以支援甘肃临下州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 中联办表示感谢 并表示希望这笔捐款能够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并推动灾区的重建工作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